一力进球,三次过人,两次成功,一次噪点。 姆巴佩新赛季在法甲的首秀依旧惊艳,力保大巴黎避免落败而丢失三分。 显然,即便这个夏天纳塞尔引进阿森西奥等多名射手,姆总仍然是不可撼动的大腿。 所谓适才奥物,姆巴佩得益于精彩绝艳的天赋。 声名却起,却也细耍着一众豪门队伍,包括黄马。 这个夏天,姆巴佩与黄马的绯闻又一次沸沸扬扬。 罗马诺甚至下场揭示,球员与老佛爷达成了秘密协议,将会在一年后免签加盟,一时之间引起热议。 既有认为纳塞尔发掘,后代姆巴佩,却得到背叛,也有为黄马兴奋的欢呼。 认为白衣军团有望重新统治欧洲足坛。 有意思的是,风向又一次变了。从姆巴佩重新获得出场机会,就可以看出他与纳塞尔等俱乐部高层的关系稍缓。 巴黎人报事实跟进了情况,发表姆巴佩并未和黄马暗中缔结契约,确定会为大巴黎留下可观的费用的消息。 即如果不续约,也不会索要高达1亿欧元的终成奖。 其实,球员自由申离队原本是稀松平常的事情,然而放在姆巴佩身上,似乎就成为了十恶不赦。 而关于姆巴佩的去留,也有了更进一步的报道。 阿斯堡与马卡堡最新消息,这个下窗是姆巴佩最后的离开大巴黎,登陆黄马的机会,如若不然,下赛季老佛爷将开始运作哈兰德的加盟事项。 有意思的是,阿斯堡披露姆巴佩的转汇费用,达到了惊人的2.5亿欧元。 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,黄马至今未向大巴黎提出报价,而所有关于老佛爷的报道, 都指向他并不想要为法国神风支付高额转汇费用,甚至告诉俱乐部人员忘记姆巴佩。 这么看来,在大巴黎提出黄马需要支付2.5亿欧元才可以得到姆巴佩的背景下,这笔交易已经告吹。 老佛爷只能老老实实重新运作哈兰德的加盟事项。 事实上,黄马民宿古地在近期的采访中,也表明老佛爷与其签约爱财如命的姆巴佩,不如全力追求哈兰德。 的确,从忠诚度以及成本来看,签约哈兰德看起来更划算,但是他的表现其实也并没有完全征服球迷。 在英超挪威小将已经完全沦为了秉峰,并且是指挥虐菜的秉峰。 而姆巴佩的单兵作战能力却持续显露。 世界杯上一人带动全队的高光,令人难以忘怀。 他无法匹配最强俱乐部,令人遗憾。 有意思的是,在关于姆巴佩的归属问题上,利物浦成为了大黑马。 这只豪门正在补救2018年没有得到法国神风的遗憾,惊吓再度与球员传出绯闻。 而德赛利在Ball Sports的采访中挑明,姆巴佩完全可能联手红军,填补马内离队所带来的空缺。 令这只看起来逐渐没落的豪门,再一次绽放光辉。 从惊吓的影员情况来看,利物浦只是补强了中场。 封线位置努涅斯、加克波的能力,确实无法与姆巴佩相提并论。 并不能支撑球队在英超、欧冠夺冠的愿景。 而芬威集团其实并不缺钱。 综合来看被逼至绝路的红军,确实可能破釜沉舟引进姆巴佩,让我们拭目以待。 好,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。 感谢大家收看。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,欢迎订阅转发。 也可在下方留言评论。 谢谢大家。